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是多结枪佛 法音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很规律的文法 感觉很轻松 时间过得特别快 身心自在 工作上碰到事情 能够很明确 稳健地面对 用智慧去处理事物 不会慌张而拿不定方向 文法仿佛让自己增长了智慧 能够明确判断做事的方法 感恩 第三是多结枪佛 慈悲开示 如来正法 很坦然地告诉有因缘遇见的亲友们 有如来正法可以医治 修行学佛很简单 只要带着一颗学佛的真诚之心 至今有三百多盘书胜法音 可以让我们医治学习 我们也可以发心在自己的家里成立文法典 在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压力之下 就可以把法音供请回家 帮助自己 也帮助自己周遭的亲友 我的经验证明文法能够让自己增长智慧 增长福报 得正之鉴 让自己能走对路 同时我也告诉朋友 一定要相信因果 学佛修行一定不能错因果 走错方向 从文法的过程中 自己能够随时警惕到犯错了 当下发现自己的行为错了 便立刻反省 告诉自己 下次不能再犯错 以前对了生死 无法明白 也不知方向 公文法音后 才明白那沾满身后 成够的心 处处是我职啊 不从犯下我职下功夫 是无法了脱生死的 这绝不是挂在嘴边 而是要文一行 学习诸佛菩萨的慈悲 化为实际行动 去无师力重 落实的从身边的 有缘亲友们 去帮助 观照他们 观照他们 让他们 都能够得文正法 得习正法 及至高无善的 南无第三世 多结羌佛 所开示之法音 以及所传之法 感恩佛陀师爷法音的尊尊教会 以及师父的协助 让我得以走向菩提大道 我一定会好好的修行 今生沐浴在正法之下 成就解脱 行人土月侠何时 2016年1月22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